傳說中的大燕鵝 哇 大家看一下 這個呢 我現在人在溪頭 那這個大燕鵝它其實不是台灣的鵝類 它是在東南亞那邊 族群量其實蠻大的 但是因為它的祭祖食物是黃銅 那黃銅它在台灣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鵝呢 基本上它在台灣 比論上是不會有族群的 那每當颱風過後 或是有氣流很強的時候 在台灣很多山區都會發現到它 那目前認為是因為隨著氣流帶上來的 顯示它的飛行能力呢 應該也是相當好 很漂亮 夢寐以求 很想見它 見它很久了 好 我現在回到室內 因為再來這個大燕鵝呢 它其實可以去做DNA分析 看看它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藉這個機會 就可以帶大家來 好好欣賞一下這個 夢寐以求的鵝類 非常漂亮 真的很漂亮 那第一個 我們看到這個叫大燕鵝嘛 看到它的體型呢 真的是夠大喔 而且呢 它這個 翅膀的這個形狀 哇 很夢幻 很有設計感 尤其是它下面這個夏刺啊 夏刺的部分這個 火焰狀的這個突出喔 真的 末端還帶有白色 哇 超漂亮 它又不錯喔 這個角度超棒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內刺打開會有一條白色貫存的線 好 來 繼續 那鵝類其實我們知道它身上那個腹毛啊 很多種類它的腹毛都非常多 所以近距離看這個毛呢 真的是 非常的濃密喔 好 然後它這個大眼睛 這個大顆的復原喔 近距離看 真的很像那種外星兒入侵啊 很多這種電影的情節有沒有 今天呢 非常 好 有這個機會喔 帶大家來認識這個 超級漂亮的大燕鵝 去哪啊 以往這個大燕鵝在台灣啊 其實都很零星很零星的被發現 今年 尤其是最近喔 非常非常多的募集紀錄 在許多住家 公園甚至學校都有被發現喔 而今年這樣的一個大發生呢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大家來研究說 它到底是來自於哪裡 真的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好 帶大家來看一下喔 這就是今天皮特丸子彈 一個簡短的內容啊 非常幸運 在山上遇到了這個 從別的國家 遠渡而來的教課喔 大燕鵝 真的很漂亮耶